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 来到6月6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红矣资本投资总监李泽明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lan 早晨Alan 美国的减息冲劲持续 星期三美国反复向上 这些重磅科技股显著做好 纳指和标指都创了新高 至于恒指夜期升88点低 至于29点 稍后会问Alan 你怎样看美股外围的市况 今次讲过最新的部署是怎样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降温投资者 在憧憬联署局今年稍后减息 美股星期三反复向好 道指高开之后 曾经倒跌162点 其后一度秋过133点 收市升96点 报38807点 标指年升4日 再升超过1% 报5354点 纳指升近2% 报17187点 与标指齐齐创了收市的历史新高 美债息回落 10年期债息跌穿4.30% 美汇曾经升大约0.3% 日元汇价急错大约1% 加拿大成为首个减息的G7成员国 加元汇价曾经跌近0.5% 而欧洲央行星期四议息前 欧元汇价略偏偏远 欧洲股市就靠均 看焦点美股 总榜科技股是做好的 Meta升3.8% 亚马逊升大约1% 微软升2% 苹果升大约0.8% 报195.87美元 市值重回3万亿美元 而NVIDIA升超过5% 股价升1200美元 收报1224.4美元 创了新高市值首度 冲破3万亿美元大关 并且略为超越苹果 台积电也抽升6.5% 创了新高的 英特已升2.5% 就是最强的导致成分股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中国发布新一批游戏版号之后 腾讯比起港股的收市 升0.6% 直算报383.1号9 而网易高港股3% 其客报说国服战网 已经开放登陆 而阿里巴巴和百度升超过1% 今天公布业绩的美团 报113.5号9 给港股升0.9% 而汇丰控股ADR至算报68.98 给本港收市价升超过1% 有邦升0.6% 港交所和比亚迪升0.2% 至0.3% 接着看看今早前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暂时变动不算很大 还是轻轻靠稳定 导致期货升3.38887 亚泰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蓝升1% 日经平均指数 就是38943 升452 南韩今天是假期休市 而澳洲股市升0.5% 新西兰市偏远跌0.2% 再看看恒指黑期的情况 有机会港股今早做高开黄 因为黑期现在升过8点 我们先和Alan谈谈 外围最新的市况 因为昨晚大家都看着 美国有些新的经济数据出来 表现都参差 虽然ISM的服务业指数是超预期 不过俗称小飞龙的ADP 5月份的私人职位增长15万2千人 比4月的18万8千人放缓了 这个增长还要是今年来最慢的 以及是低于市场预期 我们看到最近的就业数据出来 都好像一样一样 因为压抑了美债息走势 减息憧憬好像继续来好美股气氛 不过大家都说 其实最关键是这个星期五 就会公布飞龙的就业数据 市场比较看这个多一点 就是小飞龙是一个预先 就是给大家感觉的数据会如何 有分析师就觉得 如果这些就业数据 未来几个月都是疲弱的话 联储局有理据 就是在大选之前减息的 你自己有怎样看减息的冲劲 对于美股来说 是否真的可以继续提升的利好度 以及声势可否扩展到更多股份 因为之前都觉得 好像只有NVIDIA 或者某一两只比较强 你自己有怎样看 可否会扩展到更多股份 都那么强 声势的扩散 我想短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始终市场现在的焦点 或者气氛 全部都在MAX7里面 头那几个 其实MAX7后面的几个 都已经没有太多资金关注了 你看回近期 即是美国经济数据 似乎的趋势开始是明显的 就是似乎那个产业的中上游 即是工业生产或者原材料 有一个很明显的调整下调的迹象 但是下游一些服务业或者商业活动 仍然相对来说比较旺盛 所以你见到今期出的PMI 即是整个五月的情况 如果是PMI 的确仍是处于一个收缩的区间 兼设比预期差 但是服务业的PMI 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一个扩张 而就业的情况是有明显的降温 无论是上星期公布的新增 新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好 或者是昨晚的一个小飞龙都好 其实都见到这一个情况 而且上星期的时候 公布的GDP下收的结果 其实都是向下修正的 即是整体的经济活动 是有少少降温 而这个降温的过程里面 不同的产业会进一步的分化 中上游 即是第一第二产业的话 很明显是进一步的收缩 而第三产业服务业 这方面 其实会扩张 整体来说 其实形势一定没有之前那么好 所以会对联储局来说 其实可能多一个借口 或者多一个理据 即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9月其实是有一个充分的理据 是会降息的 但是这个降息可能更加多 是一个象征性的降息 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 虽然是缓和了 但是就未去到一个 它需要进入危机的状态 可能它需要加快降息的进程 只是有一个降息的借口 但另一方面 也是有一个拖累着降息 就是通胀的情况 虽然上星期PCE 是比预期低一点 但是真的不是低很多 因为你无论在PC也好 PMI也好 其实都是维持在三流上的 这个是 我想对联储局 对美国社会来说 仍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水平 而且如果你对比 就是美国整体的物价 或者他们实际感受到的物价 例如你买个Starbucks 或者买个麦当劳 其实他们在过了一两年 其实真的贵了很多 例如你普通买个麦当劳餐 或者买包薯条 比之前贵了4-50% 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升幅 所以在美国人的生活里面 实际的通胀的情况 未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就算降息也好 可能今年剩下的时间 降到一次 或者顶到尽 我觉得机会都很小 降两次 9月降完之后 11月再降一次 那没有了 这个降幅我想 对于市场 或者对于一些利率敏感的资产 例如房地产 那类的话 其实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他们仍然在捱着 所以这个趋势 就算有降息 预期增加也好 可能对于其他行业的帮助 都是有限的 所以美股的升幅 可能只是这个气氛的支持下 本身气势强 高位的股份 可能升到两格 但是对于一些 未受关注的股份来说 那可能未必有 那么快就获得市场的关注度 尤其中小型股份 就是你觉得 跑输可能都是继续跑输 那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 希望有更多利好些 或者企业本身自己的业绩 要做得好些 才有个动力出来 市场都最知道是NVIDIA 但是我想说 就是苹果 就是Apple 因为其实都 慢慢地连升到八天了 那市值回到三万亿美元了 那先说到苹果最近 有什么利好的憧憬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关注 下个星期 苹果会举行的WDC 就是全球开发者大会 那其实一向都是会有的 但是今年就比较关注 其中他们 因为其实是几天的 最触目的主题演讲 就是香港时间6月11日凌晨举行 那今年的核心焦点 就是它的AI领域的破局时刻 就是大家在憧憬中 按照惯例 苹果都会公布iPhone 新操作系统iOS18 目前已经有很多家的媒体 开始爆料会有些什么 就说应该会有二十多项的新功能 预计就会成为iPhone 史上最大的更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新成型的AI功能 和更加智能的Siri 有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形容 星期的WDC 就是苹果十年来最重要的活动 一系列的AI新功能 可能会集成到到来近9月 会发布的iPhone16之中 升级的需求可能会引发增长的复兴 说到大家都很憧憬 下个星期是否有些很震撼的消息 或者很新的发展 当然之前一直在苹果都被人说是落后 在AI的发展方面 可能已经去到樽颈的发展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 究竟来下个星期是否会 终于要发布了 他们的AI方面 是否会有什么突破 限制想的 在在家中的背景上 有点明显的 准备 至少 久柳尔街灰